從今天起 我們就只是 全圈的爸爸跟媽媽 除此之外 不要再有任何瓜哥了 我現在終於可以回答你了 我喜歡你 我希望我未來的日子 每一天都有你 還有我們的全圈 好嗎 欣欣你忘了嗎 我們的故事在五年前 是有結局的 這段時間的相處 我也經常會想 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開始 那天早上 你跟我說的那些話 我願意用我一輩子的時間 來償還你 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向日葵的話語 是期待重逢的愛 看到你緩緩向我走來 給我戴上手鍊 我真的很開心 我知道 這一次陳家俊的事情 你棄我 你棄我沒有第一時間 站在你身邊 你棄我不信任你 可這些我都已經 向你解釋過了 我知道 我冷靜下來之後 我能理解你的立場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害怕 我害怕我們在一次開始之後 會繼續重蹈覆轍 我也害怕我們會一直活在蘇田的陰影裡 我和他之間沒有任何男女之間的感情 這個我相信 但是辛勤你可以保證 這是你最後一次 因為這件事情歸咎於我嗎 我只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件事情 它永遠像一個不定時的炸彈一樣 埋在我們的心裡 我也不想我們一次又一次 將五年前的傷口重新撕開一遍 我真的承受不來 從今天起 我們就只是 拳拳的爸爸跟媽媽 除此之外 不要再有任何瓜哥了 幫我 承開他 不要讓他知道 我的事 讓他 好好活著 蘇田 希望你能夠安心地離開 來時 我希望能早一點認識